唐朝年间 有个官宦之地叫少九 大家都称他少公子 少公子的祖父曾在朝中做过官 他这人从小就不喜欢读书 生活放荡不禁 尤其喜欢喝酒 他有个远房亲戚叫董三 两人的年龄相仿 他比董三大了几个月 董三从小习武练权 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虽然贫穷 但为人豪爽 爱结交朋友 也是一个贪酒好色的人 只因家境贫困 所以还没有娶妻 大家好 这里是官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董三和少公子不仅是表兄弟 也是最好的朋友 而且两人还有相同的爱好 常常在一起喝酒 形影不离 不同的是 一个富贵 一个贫穷 这天天气非常炎热 少公子便邀请董三去城里的小酒馆 去喝酒 当他们俩人走到城南时 董三突然想起来自己忘记锁门了 让少公子在酒馆中等他 少公子只好骑着马向城中走去 董三便骑着毛驴返回 当他走到城南一座衰败的寺庙门前时 忽然看见你一个漂亮的女子 和一小丫鬟在寺庙门口张望 好像在等着什么人似的 只见女子穿着白色衣裙 白白晶晶的脸庞 柔柔细细的肌肤 双眉修长如画 大约有二十岁左右 身边的小丫鬟也十分漂亮 董三立即被女子的容颜迷住了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貌美的女子 他立刻抽打自己的毛驴 来到女子面前 有意和女子搭讪 但又害怕人家不理她 来来回回在人家面前转悠半天 女子也用眼睛不住的斜看她 似乎也想与她打招呼的样子 身边的小丫鬟捂着嘴笑了 董三这才放心下来 于是对女子说 仙女妹妹 你这是要去哪呀 要不然我送送你 女子笑着说道 实在是走不动了 正在等家人过来接我们呢 董三说 如果妹妹不嫌弃我的驴子 我可以送你回去 说着不由分说 也不等人家答应不答应 就把女子扶到驴子上 女子也没有生气 而且还说谢谢 路上她和小丫鬟走在驴子的左右两边 一路上三人说说笑笑 没有多久 彼此变混的相认是很久的朋友一样 不知不觉跟着女子来到城东方向 此时天色渐渐黑了下来 穿过一片草丛 忽然看见前面有一宅院 四周都是围墙 高大的门楼 进入院落后 只见房舍甚是高大气派 女子让丫鬟陪着董三在院里烧灯 她便进屋去了 董三问丫鬟 那女子的姓名和她的名字 丫鬟说 小姐姓胡 叫胡静 排行二十 我叫小梅 说话间 便出来一个人喊她进去 让丫鬟把董三的驴子 拴在院落中的树上 董三进入厅堂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便招呼她坐下 经过互相介绍才知道 她是胡静的二姐胡妹 胡静此时已经换了一身粉红衣裙 她的一言一笑更加妩媚迷人 三人便喝起酒来 一会儿 胡静的姐姐便说有事先回去了 天快亮的时候 胡静拔董三喊醒说道 你赶紧起来走吧 我和兄弟姐妹要去南亚 今天都必须去 不然会受到惩罚 不敢迟到的 董三听的也是糊糊糊涂 但也不好意思声问 临走前便和胡静约好 下次相会的日期 然后才恋恋不舍地走了出来 当董三骑着驴子出来的时候 天还是黑沉沉的 几乎变不清方向 走了半天才走出荒野 来到城门外 城门还没有打开 城门东边有家卖烧饼的小铺子 正生活准备打饼 董三便坐在烧饼铺门前等候开城门 并和卖烧饼的店主聊天 董三指着他昨晚上住的地方问 从这里向东拐弯处 有一座豪宅 是谁家的住宅呀 店主说 那里是一片荒野 没有什么住宅呀 董三听了吓了一大跳 他也不敢说实话 于是便对店主说道 我刚才经过那里 明明看见有所大宅院 难道我会看花眼 店主抬头向董三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然后恍然大悟似的说道 我知道了 你说的那地方 是一所废弃的住宅 里面住着很多的狐狸精 狐狸精常常化作漂亮女子的模样 出来隐忧男人去哪里居住 董三听了也不敢再接话查 天亮时 城门也开了 店主也忙了起来 董三又骑着驴子回到那里查看 虽然大门和围墙还在 但这时候看着衰败不堪 进入院落 满院子杂草丛生 确实是荒废的院子 进入室内 却是家徒四壁 董三失魂落魂回到家中 恰巧碰到少公子在门口等他 少公子说道 我在酒馆等你到天黑 也不见你过去 你到底去了哪里 董三说有其他的事情没有过去 他没办法说昨晚上与胡静的事情 几天后 董三仍然十分想念那胡静 明知道他不是人类 却渴望再见到他 这天 董三到市场去看望朋友 忽然发现胡静正在卖衣服那挑选衣服 而且身边跟着的还是那个叫小梅的丫鬟 董三高兴的上前与他们俩打招呼 胡静一看是董三 却装着不认识他的样子 然后和小梅挤出人群 董三不依不饶的追逐他们 胡静无奈的说道 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为什么还不躲避呢 董三说 我的确知道了你是胡仙 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说别人也不会知道 自从我们分别后 我日夜思念着你 难道你忍心抛弃我吗 胡静说道 我怎么会抛弃你呢 我是害怕你嫌弃我 董三听了赶紧向他赌咒发誓 并说自己因贫穷还没有娶妻 现在已经把胡静当作自己的妻子了 天地可见 胡静说 如果不嫌弃我是胡女 又愿意娶我为妻 应该赶紧寻找一处住宅 我所居住的地方你不能再过去了 董三说道 我有住宅 不过破旧了一些 干嘛还在外面租房住呢 胡静伤感的说道 我这身份不能居住人多的地方 从这巷东十多里有一棵大树 大树旁边有所住宅 这所宅院几十年都没有人居住了 位置偏僻但十分清静 说着 从袖子里面摸出两定银子 交给了董三 胡静又说道 那宅院是所空宅 可以向你表兄少公子去借家具 他家仓库里面 存放很多用不着的器皿与家具 他应该不会拒绝你 董三就按照胡静所说的话去做 少公子笑着问他为何要借家具 董三说 别人给我说了一漂亮的女子 但他不喜欢居住我的旧宅 我已经在郊外租了套比较清静的宅院 但房屋里面什么都没有 所以才厚着脸皮过来向你借的 少公子笑着说道 我们是表兄 你又好不容易找了一妻子 理所应当的帮助你 这些家具只当是我送给你的吧 说着便让人把围账 床铺等物件 兜统统都送给了董三 心想他一定是找了一丑女子 少公子不好意思去看那胡静的长得俊丑 便派家通跟随运送家具的前往 一会儿 家通回来说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漂亮的女子 美得像天仙似的 少公子不信 家通说少公子家所有的女眷 都没法与胡静相比较 少公子听了还是半信半疑 于是自己着实打扮了一番 便来到董三家拜访 只见大门敞开着 少公子进入院落 只见一个小丫鬟在院落打扫卫生 他便问他董三夫妇是否在家 小丫鬟说男主人正好才出去 夫人正在室内收拾东西 少公子静止闯入屋内 胡静赶紧躲在门后 少公子在房中查看 只见门的下面露出了红裤子 便把胡静给拽了出来 少公子仔细一看 胡静的确长得貌如天仙 家通说的没有错 没有想到 董三这穷小子 竟然找了这么漂亮的妻子 于是气不过 就强行拥抱胡静 想做非礼的事情 胡静挣扎着说道 你是那少公子吗 少公子说道 是啊 我长得英俊潇洒 而且家财万贯 董三就没法与我相比 你应该成全我 而且你们这个家具和所有用的东西 都是我让人送过来的 胡静叹了口气说道 董三太可怜了 少公子说道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胡静说道 因为董三贫穷 他才开口向表兄借了家具 但你们是兄弟呀 你怎么以自己的富贵 去欺辱兄弟的妻子呢 今天我成全了你 我明天便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因为我知道什么叫羞耻 少公子听便羞愧的无地自容 于是赶紧放开胡静并赔礼道歉 我一时被你的姿色迷住心智 请你原谅我吧 说着就赶紧回到厅堂等候朋友 从此以后 少公子便十分敬仰胡静 而且三人还常常一起出去游玩 这天 少三对董三夫妇说道 如果我能遇见一位 相地习这般漂亮的女子 这一辈子我也满足了 胡静明白他还是喜欢自己 于是对少公子说道 我和董郎得到你的照顾 时常感到有愧于你 我有一位表姐叫十娘 她长得比我漂亮 而且极其温柔 介绍你们认识吧 几天后 胡静把十娘带到家中 少公子过去一看 果然十娘长得是亭亭玉丽 竟然是一位貌美帝家人 谁知两人交往不到三个月 少公子竟然厌烦起十娘来了 十娘也伤心地离去 这天 少公子又来到董三家中喝酒 喝了一会后 开口说道 前天我去福寿里游玩 剑雕将军在庙的殿堂摆设乐队 其中有一位吹声的女子 她大约十八九岁的年纪 长得娇媚艳丽 惹人喜爱 不知弟妹是否认识她 胡静想了一会说道 你说的这女子叫宠儿 她是将军家的异计 她的母亲是我母亲远房表妹 但你总是喜心厌旧 我害怕这女孩 在被你无缘无故地抛弃 少公子听了 立即拜谢并发誓说道 这次不会了 把宠儿介绍给我吧 胡静便找到了宠儿的母亲 说道 既然少公子家财万贯 他也喜欢宠儿 为何还要把孩子送到将军府为奴呢 宠儿母亲听了也有道理 于是便让人给女儿烧信 说自己有病了 让她回家侍奉 将军本来舍不得让宠儿回去 但宠儿听说母亲病了 哭得死去活来的 将军最后只好派人把宠儿送回家中 并交代他母亲病好转了 赶快回来 就这样 宠儿成了少公子的小妾 少公子害怕将军知道事情真相后 一定不会轻饶他 于是就把宠儿的母亲也接到家中 并把母女俩安排后院中小阁楼中 这事情差不多过去了半年的时间 雕将军被派到外省任职 去接宠儿时 这才发现母女两人都没有了踪影 将军无奈 只好失望地走了 后来少公子为了答谢胡敬 便资助董三一些银两 让他去做生意 胡敬便给丈夫说道 赶紧区翻卖马的市场查看 马皮尾巴上如果有白色的杂毛 你先买回来 将来再出手 一定会赚很多的银两 董三按照妻子说的那样 果然把那匹马买了下来 但看上去非常瘦弱 一个月后 胡敬让丈夫把马迁到市场去卖掉 说最少得卖三万千钱 到了市场 一会的功夫 果然有一个人过来买他这匹马 最后出到两万千钱 董三不卖 那人又出两万五千钱 董三还是不肯卖 周围的人都说是否傻了 有人出了这么高的价格 应该赶紧出售 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 董三就以两万五千钱 把马卖了出去 回到家后 胡敬说 你也太傻了 我已经交代过你了 你却白白的损失了五千钱 原来这匹马和当朝皇帝骑过的马 非常相似 负责饲养马的人急着返回家乡 官府便向他索要御马 折成六万千钱给他 但这匹马已经死掉了 所以他才急着买巷市的马匹 这样他还能赚一半的钱 几年后 董三也富裕了 又买了一住宅 少公子通过关系给董三找了份差事 调任五官 被任命为怀里府中尉 其任所在金城县 董三便让胡敬同他一起去赴任 但胡敬不想去 就对董三说 你独自去吧 十天半个月回来一趟就行了 董三便苦苦地哀求妻子 胡敬仍然不肯答应 正在这时 少公子也过来了 少公子与董三一起劝说胡敬前往 并追问他为何不肯前去 胡敬沉默了好久才说到 有一个巫婆曾经给我算过 今年不能西行 所以我不能去 两人听了便哈哈大笑起来 少公子笑着说道 你如此聪慧 怎会相信那巫婆的话呢 就这样 胡敬便跟随丈夫前去赴任 少公子为他们夫妇设宴送行 两天后 他们来到马威镇边 胡敬忽然感到不安 对董三说道 董郎 你也知道 我是一个道法很浅的狐狸精 我还是回去吧 但董三不听 此时 胡敬骑着马与董三并肩而行 小梅骑着驴子在后面紧紧地跟着 忽然 一只猎狗突然从草丛中窜了出来 只听见胡敬大叫一声 便从马上栽落下来 请客间 胡敬现身狐狸的身形 便拼命地向东边跑去 最终还是被猎狗给咬死了 董三立刻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便含着眼泪 把化为狐狸的胡敬给埋葬了 并在坟墓上做了标记 再看那胡敬所骑的马 正在路边吃草 胡敬的衣服全部放在马鞍上 鞋子还挂在马灯里面 如同脱下壳一样 丫鬟小梅也不见了踪影 董三回到家乡时 少公子没有看见胡敬 便问董三 胡敬怎么没有回来 董三便把胡敬的真实身份 以及遭受的劫难告诉了他 少公子听了便嚎啕大哭 第二天 少公子便和董三一起 前往出世的地方 打开坟墓 带回去重新厚葬 谁知打开一看 里面只有胡敬所佩戴的一对耳环 他的尸身没有了踪影 当天夜晚 胡敬便同时给董三与少公子托梦 悠悠地说道 死去的只是我的皮毛而已 我还得重新修行 也许还得闭关修炼上百年 才能修炼成人行 明知道有劫 却跟着董郎前往 命该如此 再劫难逃 董三最后做到了总监事 家中也很富裕 但他再也没有娶妻 而是孤孤单单地过了一辈子 其实这董三也是自私自利的人 妻子已经向他表明自己不宜悉行 但董三明知道妻子是一道法浅的狐狸 却一味地要求妻子与他随行 结果胡静因为迁就丈夫 白白地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还得从头修炼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欢迎订阅 GRÜNEN 表明 确顶